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川普 梅掛 天佑 美國 這話怎麼講 大家去想 如果那一天川普被擊斃了 那美國會亂成什麼樣子 再加上如果兇手是民主黨的 那完了 絕對內戰了 對不對 還好 聽說兇手是共和黨的激進 偏激的小屁孩 好像當場被擊斃了 那也應該的啦 對不對 這種人活在世界上 活在美國 也是不定時炸彈 對不對 留他何用 那川普這傢伙命真大 是不是 插邊球 他跟誰命都很大你知道嗎 對 阿扁 阿扁是從肚皮啊 是不是 現在可以說是川普 他百分之百就是我們阿扁的學弟 對 那有人就講川普是百分之百當選 這個我也認同 但是他必須要活到開完票 這樣各位懂吧 因為這種東西可能會有那種連鎖效應 也不一定啦 你沒有被他幹掉 那另外的激進分子說 那我來 所以接下來川普他 你看他跑行程大型演講 哎呀 有的時候真的是四個字 防不勝防 美國總統甘乃迪就被彷掉了 對不對 雷根也被暗殺 你不要以為美國是什麼 民主先進國家 就不會有這種事情啦 美國槍枝氾濫 世界第一啊 也是他們咎由自取 對不對 好 我們來做個結論 我們小的時候啊 我記得國小的時候 課本就教我們說 我們是民主國家 民主社會 這個世界的潮流應該就是民主 人民做主嘛 然後我們要投票 幹什麼 選賢與能 長大後你就發現 這都是一場騙局啊 什麼民主不民主 鬼扯淡啊 都是利益共同團體啊 黨的利益一定是在國家之上 你們記住 這個不會假的 啊 國家利益在之上 不要鬼扯淡啊 對 台灣這麼多次選舉 你們還不知道嗎 我們就講美國這一次 對不對 選賢與能 拜登已經是一個失智的老人了 我沒有說他失智是錯的 因為人都會老嘛 都有可能是失智 這件事情我們不能夠去怪拜登什麼 對不對 將來我們也會老啊 也會失智啊 是不是 只是說你是全世界最有權力 最重要職位的一個人 那你已經不適合在這個位置上面了 你看他演講演 這個要下樓梯走哪邊都搞不清楚了 那我請問大家 現在世界的局勢這麼亂 俄烏的戰爭 對不對 中東以色列的這個戰爭 美國都要做重大的決策 拜登有這個能力嗎 當然沒有啊 那一個插槍走火 就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對吧 這種怎麼可以交給一個失智的老人來做決定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還要怎麼樣 再選下一屆啊 那請問這叫選賢嗎 這叫與能嗎 選賢與能嗎 騙鬼嗎 就是民主黨的利益對不對 要這些人要靠他吃飯的要維繫住 就把他拱在那邊 搞不好拜登不想選了 對不對 綁鴨子硬上啊 就叫他去選了 因為現在民主黨推不出怎麼樣 一個可以跟川普來對幹的人嘛 那至少拜登是現任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不要相信選賢與能 這四個字 相信你就是豬腦袋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子 就像你們不要去相信說 哎呀 我在這個台灣做股票 我們是有這個法律保障的國家 對不對 這個金融市場有監管機關 證券交易法 期貨交易法來保護投資人 那我可以告訴你啊 你就是豬腦袋 你要自求多福啊 誰保護你啊 對不對 我常常在講那些炒作的股票 一路炒到天高 中間有沒有主管機關 處理他的 沒有啊 我們就訂一些什麼 給你關緊閉啊 多少分鐘交易一次啊 提醒投資人啊 做這種沒有意義的事情啊 有的時候不關緊閉還好 一關更大尾 國家認證標股啊 是不是 對這些炒股的人來講 他根本就 所以台灣是犯罪的天堂啊 那你們這些 小白兔的投資人 來到股票市場 就像你們在相信 選舉是選賢與能 那笑死了 對不對 過去我們也選過很多人出來 就後來發現都是貪污犯啊 什麼什麼的 狗屁倒灶事情做一大堆啊 對不對 官位再高 照樣幹一些什麼樣的垃圾事情啊 不要去相信這一些 你要懂得保護自己 老船長的節目是告訴你們 作為一個小白兔投資人 你一定要怎麼樣 學會保護自己 你不要靠什麼 政府機關來保護你 這不可能的事情啊 台灣到處都有警察局嘛 每天都有這麼多詐騙案 犯罪案嘛 對不對 保護到你嗎 往往都是事情發生之後 警察要來抓 那又怎麼樣 是不是 好 那當然啦 講到股票市場 我就有聽說 有老師氣急敗壞 說川普沒死啊 因為他做空啊 帶這麼多的會員 把會員賺錢的希望 寄託在川普被打死 可見這種老師 他對於市場的行情判斷 根本就是完全不懂 而且據我的了解 應該是前面做多 已經血流成河 血流成河懂吧 就是一直追股票 一直死 死到最後只好跟會員騙說 這個盤要開始走空 要大跌了 他不做多了 做空 然後做空看到川普沒死 對不對 氣急敗壞 我覺得他的會員應該是 前世友做了什麼壞事啊 今生業障重才會參加到這種會員啊 其實我們業界都知道那個 全業界最會騙的嘛 對不對 騙了不少錢嘛 對不對 所以我常講 這都是活該啦 因為投資人都有一定的年紀的 甚至都是什麼大學教授退休 還去參加這種擺明就是詐騙的 對不對 當然啦 我說過啊 台灣就是犯罪天堂 沒有人管得住嘛 對不對 你們要自求多福好不好 還是要買好的股票 時間會還給你公道 我很喜歡舉鴻海做例子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鴻海不會漲啊 是不是 各位觀眾 鴻海不會漲啊 兩三年不會漲 這個爛貨 對不對 幹掉做肥料 然後呢 叫救護車 你們不要以為鴻海這一段沒有漲喔 這一段配股配息你就賺喔 鴻海是賺很多錢的公司喔 你這樣一直抱就一直配股配息給你 你賺的比別的股票還要多 然後怎麼樣 股票的價差一次加倍怎麼樣 奉還給你啊 買好股票就是這樣 台積電也是啊 對不對 這一段一年都沒有漲啊 爛貨嘛 還要破底對不對 然後配股配息你早就大賺 然後怎麼樣 一次奉還給你 台股前三強 為什麼 好公司啊 所以你只要買的是好公司 你給它放酒 你一定是贏家 你不可能輸啦 除非公司倒掉 對吧 所以很多投資人都會被投股老師騙 就是因為他買的本來是好股票 他看到那個投股老師每天都漲停 然後那天漲停的股票呢 不是虧損公司 就是股那個什麼股本才一咪咪兩三億的 那都是假的 你知道嗎 我講了十幾年都沒有人相信啦 就一堆人葬身股海 離開股票市場 得到一個結論 啊這股票沒做耶 其實不是 是他是因為他是肥嘟嘟左衛門 豬腦袋 講不聽 你看你周圍有沒有朋友 是屬於一種個性 就是很主觀的 別人跟他講什麼他都不聽的 我給你保證他這一生絕對不會有什麼成就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他馬上態度就是啊我都不相信你 你講一句他馬上反駁你 這種人一定一事無成 其實我告訴你一個大老闆 你跟他講很多建議 其實他根本也不聽你 但他表面上喔你講的很有道理 為什麼 那個態度會出來 為什麼態度會出來 因為他只有這種謙卑的態度 才會有很多人不斷的給他意見 他才能夠從這些寶貴意見裡面 找到他要的 對他有幫助的 那那種你講什麼他馬上讀 讀你回去的 這種人一輩子不會有成就 你看你周圍朋友有沒有這種個性 絕對老傳統講的不會錯 對所以人家給你建議 謝謝你 哪怕你心裡想你這什麼狗屁建議 這樣子你才會有很多的朋友 願意給你建議 然後你自己再怎麼樣做篩選 這才能成為成功的人士 就像我的節目 我跟你講你姑且聽一聽 你不要在那邊 你這種個性的話 我跟你講對你只有害 對不對 就像我跟你講金融股 我跟你講常識 我不跟你講知識 我說這個金融股長期虧損 你們去想金融股長期虧損 要由虧轉盈 我剛講那很難 你不要以為很簡單 因為金融股它是一個很死死板板的事業 所以它要由虧轉盈很難 你看星光金花了多久的時間 才把無東進的坑給它補好 然後由虧轉盈 然後從9塊多一路飆到12塊多 這個漲幅多少 超過三成 9塊多的股票人人買得起 可以大量買你賺的會很多 而且你不需要知識 你只要嘗試 對不對 那星光金你錯過了 我又找了一支 叫做什麼 三桑壽 它的股價7塊多 我就跟你講 比9塊多 我跟你講星光金 還要便宜非常的多 那星光金人家10塊票面起跳 三桑壽會不會10塊票面起跳 那幾乎是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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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什麼 這叫嘗試 對不對 但是你進場 你短線進場的時間不對 也會造成你的套牢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分析給各位聽 導播 只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谷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谷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投顧諮詢電話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向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歸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我們來看2867 2867 對不對 我在節目上 這一天我們會員進場 對不對 然後收了盤之後 我上節目我跟大家報告 在這邊 這一段都沒有 在這裡我就說 你們到我的Lite 8 這邊 你到老船長的Lite 8 我有一檔股票要告訴你 它是星光金的怎麼樣 等於說是複製嘛 因為星光金常年虧損變成賺錢 第一季賺兩毛 我說這個傢伙三桑壽 那時候我沒有把名字講出來 你們進去看 我都有證據留在那邊 我說它比星光金還厲害 它也是長年虧損 然後第一季由虧轉贏 而且賺的是星光金的三倍 結果它股價才七塊多 那有些觀眾進到我的Lite 8 之後 他一看三桑壽什麼玩意 在這邊 感覺會漲嗎 沒有啊 這小黑K啊 不買 其實第二天就開在 這小黑K這邊附近嘛 對不對 你相信老船長就中壓嘛 連續漲三天 你也可以賣掉獲利啊 你沒有交會費OK啊 那老船長 連續漲三天沒有賣 今天壓回也沒關係啊 他還要繼續往上飆啊 為什麼 他要洗盤嘛 因為很多人不相信老船長 漲了三天之後對不對 創高 上禮拜五才去追 或是今天早上才跑去買 你就套牢了嘛 套牢怎麼辦呢 做一個稻草人 上面寫古海老船長 好戲 對不對 難怪最近假日 覺得身體怪怪癢癢的 原來是有人在做稻草人 你放心 我走正氣的 完全不怕 你刺 你做稻草人刺我 你自己會倒霉 我不騙你啦 我相信這個世間有神明 我們開大門走正路 我們沒有在怕的 倒是你要走什麼斜門歪道 網路上鍵盤俠 那個都有業障要背的 萬般帶不走 唯有業香水 你不要以為你躲在鍵盤後面 那個都有報應了 倒霉一點就限四報 那這一支股票 他第一季注意看 他居然油虧轉銀賺六毛 他去年虧兩塊多 對不對 第一季呢 油虧轉銀賺六毛 你看星光金 賺兩毛 星光金也是一路虧損 那金融公司 股本都蠻大的 他要油虧轉銀 第一個不容易 那你說老船長 星光金如果第二季又變虧錢 或三喪獸第二季又變虧錢 好我就跟大家報告 一季叫做三個月 星光金也好 三喪獸也罷 第一季叫做一二三月 連續三個月都賺錢 不容易啦 你常年虧損 你也不是偶爾一個月賺錢 下個月賠錢對不對 第一季叫做三個 連續三個月賺錢 所以就像你常年虧損 你要賺錢很難嘛 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一旦賺了三個月 你要再馬上轉虧 我覺得沒那麼容易 當然也有可能的 很小的機率發生 那沒話講 那你乾脆就說 明天外星人要攻打地球 你什麼事都不要做了 萬一怎樣 那這世界上什麼事情怎麼判斷 對不對 老船長有道理 所以我說星光金 先回到片面十塊 十塊以後我就說他油虧轉銀 還有他在金融界的地位 他們是無家的對不對 我說起碼要跟那些十五塊的看齊吧 就一下飆到十二塊多 那你看星光金 他今天怎麼樣 雖然是小碟 人家在整理有沒有 橫向整理我認為是要來供十五塊 對不對 星光金你錯過了嘛 這邊飆上去你相信老船長的嘛 你錯過你也來我的Light 8 看我證據都留著嘛 那我說二八六七嘛對不對 這個七塊多我就跟你講了嘛 對不對 那現在是票面嘛 最高到這邊還不到九塊 壓回來 他這一定會再上去的 為什麼 兩個字叫嘗試 寫在臉上不要洗臉 你賺錢還是星光金的三倍 你不用回到十塊 星光金都回到十塊 三張之後回到十塊那不得了 現在才八塊多耶 回到十塊起碼兩支停板以上 到了十塊之後 你油虧轉移 你可以贏到哪裡 那萬一啊 我說萬一他第一季賺六 萬一他每一季都賺六 賺兩塊四 那股價不二三十塊 所以我覺得 十塊以下會去賣 三張售的就是豬腦袋 完全沒有嘗試 不要講知識 你們看老船長節目 股票跌我照樣看好給你看 我不像別的老師 像你的老師 你手上今天有股票暴跌對不對 連續錯 他今天上節目不敢講 你是他會員你知道嗎 說誰不管你自己對號入座 為什麼不講就詐騙 每天叫新的股票拿漲出來騙 你當初就是這樣被人家挖進去的 被人家騙進去的 你現在應該很清楚了吧 對不對 哪有一個老師每天講的股票 都不一樣的 只要漲什麼他就講什麼 這就擺明詐騙嘛 但我說過台灣是詐騙天堂 包括證券分析師這一塊 沒有人在管的啦 我直接告訴你 十幾年來我呼籲了沒有人管 所以這些老師才會每天騙啊 變本加厲的騙 他們完全不在乎啊 如果主管機關開始抓 然後檢調單位開始來辦 你看哪個投顧老師還敢這樣騙 對不對 但是他們不騙就跟豬一樣 他們完全不懂股票 連股票的常識都不知道 你看我的節目 你沒有交會費啊 對不對 你只是來我的Light at 然後你就有機會賺錢啊 可是怎麼樣 你沒有賺到 為什麼 你看戲啊 我就看看老船長講的真來假的 對不對 所以我說看戲的人是賺不到錢的嘛 我才跟你說七月份你只要附訂 你就是我的會員 附訂就好哦 我發訊息給你收到 電話響的是我本人的聲音 你就才會去買嘛 對不對 那一樣的道理嘛 山上壽你聽我的話你買這邊嘛 對不對 今天押回到這你還是賺錢嘛 還是賺這一根嘛 對不對 那這個洗完盤還要再上去的嘛 他沒辦法他只能上去 他要先回到票面嘛 回到票面就兩成多 二十幾趴不得了啦 對不對 哦因為他今天跌 我就不敢講了 怎麼可能 看法不會改變的 這叫常識啊 你有本事你三傷受 你第二劑虧損給我看 你有本事你虧給我看啊 我就全國公開道歉啊 那如果再繼續這麼賺呢 飆上去怎麼辦 你們觀眾要跟我道歉嗎 也不需要啊 所以你自己做判斷 你有大腦的 對不對 老船長不會騙你 但是你是不是曾經很心動想買 結果你不是我的會員你沒買 所以我才說 你一定要成為我的會員 七月份我給你附訂就是我的會員了 我什麼時候這樣子過 你想想看 這麼便宜讓你就可以來跟著我 是不是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訴你 這種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你就怎麼樣 不要客氣把它接起來 這樣懂嗎 好 那麼剩下的時間 我要講電動車 育龍 因為育龍我最近把他抓的 拿捏了百分之百死死的 這個傢伙 我們來看他的融資好了 來各位 自己在家裡面電腦調一下 你看他的融資余額 有沒有 各位 開始有一點往下減 有一點往下減 我覺得不夠 他從三萬一千多張 減到兩萬九千多張 到上個禮拜五是不夠的 我說他有兩種模式 就是一種是慢慢金金漲 融資也會開始怎麼樣減 一種是一根中長黑下去 然後最好是跌停鎖死 讓這些融資怎麼樣 那天大報減 可能一天減個八千一萬張 那這個股票就會很快V型反轉 那目前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融資的還是不願意砍 那你是現股買的 我說過你要亂砍 那是你的事情 我講了很多次了 現股的人你就看戲這樣 看表演看融資怎麼死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一旦融資任賠砍完 如果他來個中長黑對不對 連續跳空棒棒 融資砍到差不多的時候 他會V型反轉非常快的就上來 所以你現股買的你不用怕 而且育融汽車賺這麼多錢 配股配息你也賺了 對不對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看 電動車賣最好的一定是 育融汽車的N7 然後他第二台的怎麼樣 已經開始了嘛 第二個類型的車子應該是休旅車 休旅車台灣賣最好的 你們也知道家家戶戶 對不對 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講什麼 電動車因為舊的住宅 不能夠裝電動裝 所以什麼台北什麼中部以北的地方都完蛋 那不要相信那鬼扯蛋 胡說八道到幾點 現在的電動車你充一次電 可以從台灣頭跑到台灣尾還有找 對不對 那你就當作你買一台汽車 你要一個只要找一天的時間 然後去到那個充電站 加個幾十分鐘的時間 好不好 二三十分鐘好不好 最多了吧 你可以跑很久很久很久 你不需要在你家充電吧 你聽得懂嗎 你只是比加油站多了兩三倍的時間而已 罷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以後充電已經完全不是問題了 你自己家裡面沒有充電裝 根本不是問題 因為充一次可以從台灣頭 跑到台灣尾 現在的電動車還可以來回 所以那不是問題 外行的人在講怎麼樣 外行話 然後會害死很多怎麼樣 本來應該要去買電動車賺錢的人被他騙 或是本來應該要買電動車 回家開可以審很多有錢的人 被這種胡說八道的言論騙 所以你們要注意 尤其是抖音 很多老師在上面胡說八道 對不對 害死人 就是知識淺薄 每天腦袋裡面想 就怎麼騙會員賺錢 所以真正的知識他是不懂的 然後胡說八道 這樣各位懂意思吧 好 那麼希望你今天看完我的節目 你決定開大門走正路 你不要怕買好股票一定出頭天的人 花一咪咪的費用 你可以跟著老船長 尤其你有育龍汽車 或是你有山上壽的朋友 你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成為我的會員 這樣子你才不會怎麼樣 賣在阿呆谷 追在豬頭山 感謝各位收看 一定等會要幫我按讚 然後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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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